哇 冬天是最深的泡溫泉的季節了 那今天泡泡帶大家來這個北投區的定熱谷溫泉區 帶大家來認識一下這個溫泉的文化 那如果你也喜歡泡溫泉 喜歡來個溫泉的小旅行的話 這裡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定熱谷位於台北市北投區 北投公園的旁邊 距離捷運淡水縣新北投站呢 大約只要15分鐘的路程 是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喔 那它也是大屯山群區域內水溫最高的溫泉 哇 真好白煙耶 易樂谷溫泉的泉水清澈 溫度約在90到100度之間 又因為它的泉色有點微綠像玉一般的顏色 又稱為青黃泉 含有大量的硫酸鹽礦物質 好冒犯喔 此類的溫泉對關節 肌肉 皮膚 支氣管 神經有益 具有療養和復健的作用 地熱谷的西石也含有微量的放射性物質 雷 被命名為北投石 是世界上唯一以台灣地名命名的礦物喔 目前僅有台灣北投和日本玉川有這種礦物 地熱谷因終年瀰漫著硫磺煙霧 讓人聯想到恐怖的地獄 所以又被稱為地獄谷 早期呢因為有開放遊客清水煮蛋 但許多遊客不慎受傷 後來加以管理重新整修後 現在的溫泉池四周設有欄杆 觀景涼亭 讓大家能安全地在這裡欣賞這奇景 雖然不能煮蛋泡湯沒關係 待會呢泡泡會帶大家到清水溝渠泡泡腳喔 粉紅粉尖輪就是這樣 好不適合我... 我應該要這樣 被闡掉喔 這個 precisamente 現在北投區總共有三個泡腳池 分别是硫磺骨泡脚池圆区 全员公园泡脚池圆区 及复兴公园泡脚池圆区 那前者为白黄 有症痛止痒的功效 对于慢性皮肤病 关节炎及神经痛 颇有助益 而后两者呢 跟地肋骨一样 属于青黄 对于慢性皮肤病 疏解关节肌肉酸痛 促进新陈代谢 也有不错的效果哟 那建议大家到这边泡脚 要穿着拖鞋 短裤 及毛巾 那下水前呢 我们也要把脚胶洗干净哦 这个全员公园泡脚池 算是在社区里面 所以为了兼顾 让游客体验足趟的时间 与居民住家的安宁 所以开放时间呢 为每周二至周日 上午的八点 到下午六点而已哦 如果是一般的上班族 六点下班后 可别傻傻的跑来哦 坐在树荫下泡脚 旁边还有潺潺的流水声 真是一种享受呢 milliseconds的节目 没关系 这一幕下注